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石头就越重 压得你喘不过气来 你好深些几天 什么也别想 好多事情 自然会有个结果的 我只希望有一天 能把倩倩交给你 让她从心底里 瞧你一声爷爷 张总 我爸今天怎么样 还没有完全清醒 不过 开始有些意识了 爸 徐总 这两天太辛苦你了 今天 我们来陪爸爸啊 我没事啊 怎么叫没事呢 谁都知道 这陪病人呢 他是最辛苦的 今天你休息 我们来 也好 公司还有些事情要处理 那我就先走了 明天再过来 徐总 这两天实在太辛苦了 我去你好好休息啊 好好休息 奇怪了 今天怎么这么热情主动 徐总 你看 这餐馆的事儿 咱们既然已经开始操作了 是不是就你办成 对吧 当然 那你爸爸现在用的这个药 是缓解颅内充血的 血块减少了 这老爷子 可随时都会醒过来 那又怎么药 是啦 我的意思是 咱们把这药给换了 你想害死我爸 我怎么会害你爸呢 你爸不就是我爸吗 我还指望他长命百岁呢 我的意思是 咱们给他换上那维生素来的药 这样对他的身体同样也有好处 你别出色物主意 我不同意 石兰 这么多年 你受的委屈还少了 你就愿意那 那许家的父女两个 骑在 骑在你头上 你相信我 我这办法 就是让老爷子晚几天醒过来 争取了时间 咱们就是争取了机会 看这情形 老爷子可随时都能醒过来呀 也许明天就醒了 到时候他一句不同意 咱们可就前空尽弃 错失良机了 是吧 石兰 你想做大事情就得下决心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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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 我们所有的用药都不需要单班护士的签字 但是这瓶没有护士的签字 为什么没签 这瓶不是我们医院的用药 那是哪里的 哪来的我还不知道 但我查过 昨天晚上九点 我们给病人用了直血泥 单班的护士也有记录 但是这瓶是普梅A 也就是说 有人用这瓶普梅A 换了我们给病人用的直血泥 换了 为什么换了 很明显 有人不愿意病人早点醒过来 幸好今天早上 值班的护士比较细心 发现了这个没签字的品质 现在病人的情况也问题得下来 但是作为医院 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们必须得查清楚 许先生 希望你们配合我 许先生 医生 我想请你们帮一个忙 帮忙把董事长换到监护病房 规定探视时间 还有 换药这件事情 能不能告诉他 换病房的事 我可以干吗 但是换药这件事 不但要调查 也还要告诉别人 这是对他健康和安全负责的让务 如果这件事情 让别人知道的话 可能会导致一个家庭的破碎 医生 我求求您 一定不能告诉他 这个颜色太重了 不亮它 这个又显得太轻 没分量 我说姑奶奶 你就甭挑三拣四了 得赶紧把这方案定下来啊 最好能这趁这个老爷子起来之前 咱们就开工 夜长那么多 你是不是巴不得我爸爸永远不要醒来 要来了不是 我不早跟你说过吗 你爸他就是我爸 我是希望啊 这老爷子等会儿 一醒过来一睁开眼 就看见你干了这么漂亮一件事 那他多高兴啊 然后把工资交给了你 然后轻轻松松的 又多活几十年 你就会说好听的 我告诉你 昨天我去看我爸 他被转到监护病房了 一定是因为你换的药 把他的病情加重了 怎么会呢 那医生不都说了吗 他是为了让爸爸更好的休息不是 哎呀 你就别瞎想那么多了 时间可不等人哪 好了好了 你自己看着办吧 这以前哪 我没机会表现 这次啊 看我的 喂 什么 我爸醒了 怎么会呢 你自己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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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想 您说 这好好的一款招牌 怎么说砸就砸呢 我后来去检查 可能是因为门头上的铁钉绣坏了 早不砸 晚不砸 偏偏我过生日的时候砸 这是我师父在提醒我 五十年了 孽寨 甘爹 您别想太多了 这么多年 也不晓得我师父的后人在哪 这些年 我一直亲自进门餐厅 就是不想让他垮掉 总有一天我要完完整整地还给他们 甘爹 有件事我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 什么事 这段时间 因为餐厅招牌砸下来的事 外面有好多不好的传言 餐厅的声音一下子掉不下来 所以实来 再重新做重新调整的方案 我想到她是想把餐厅接过去 她这样做也有她的道理 先让她去做吧 反正现在我这个样子也管不了了 您先休息 我先去办手续 帝帝 您好 我来给您换药 嗯 你今天感觉怎么样 嗯 还好 很新美的 我这个针还打多久啊 您坚持一下 您命快好了 嗯 来 帝帝 你看看 这直血米啊 没错啊 嗯 没错没错 哎呀 看你这个认真的样子 跟我孙女真像 不认真可不行 帝帝 您知道吗 上一次您的药给人换了 我妈都爱了妈 现在一个个都紧张得不行 我的药给人换了 哦 我说错了 你说错了 没有 没有 帝帝 您好好休息 有事 安琳叫我 哦 对不起 您健康病房 请先办理手续 怎么这么麻烦呢 这是医院的规矩 请你们跟我来 吊吊 您知道吗 上一次您的药给人换了 因为餐厅招牌砸下来的事 外面有好多不好的传言 餐厅的生意 一下子掉了下来 所以实来 再重新做装修调整的方案 来吧 爸 您醒了 没想到吧 醒了好 爸 我们都快急死了 爸 您不知道 你住在医院这些天 许总又没有在公司 我这才晓得 你们平时好忙啊 我听许总说了 这几天 你为公司办了不少事 这都是应该的嘛 我是你女儿 我不管谁管哪 爸 我们有好消息要向您汇报 什么好消息啊 来 王刚 你跟爸汇报 爸 是这样 那天餐厅的招牌不是砸了吗 结果外面就有些闲言碎语 说立群餐厅撞上鞋了 要倒闭了 生意也不好 我个人觉得吧 这个经济损失倒还在其次 最主要的是影响了这个公司的整个运营不是 这整个公司都是从餐厅发展而来的 它就像一个人的精气神 好了 爸 他的意思是 餐厅是公司的命脉 应该尽快地恢复起来 我就这意思 爸 你看 这是王刚这几天连夜敢演出来的装修方案 我觉得趁这个机会 将餐厅重新调整一下也是好事 等餐厅重新开张 生意做起来 外面那些闲言闲语就自然没了 装修队他也联系好了 保证以最低的价格完成最好的质量 爸 其实王刚这次真的很努力 他一直很想做事 而且很有想法 餐厅这么重要 需要专人专管比较好 我觉得你可以让王刚试试 我相信他一定能做好 爸 你不是不相信我们吧 是了 餐厅的事情 你费心了 爸 你怎么这么客气啊 你说的没错 餐厅 是要专人专管 我想 我会找人来管的 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啊 找人做 找谁做 爸 餐厅可是我们公司的核心部分 你不会找个外人来做吧 我现在很累 这件事情 以后再说吧 不行 你今天必须得说清楚 你准备找谁做 这个事情你不要管了 是不是信许的 是不是她 谁也不是 把她转出去 转出去 爸 你老糊涂了吧 爸 对不起 石兰她一时心急 石兰 你怎么这样跟爸爸说话呢 爸爸还病着呢 这 我 我先注意 你跟爸爸好好聊聊啊 好 老爷子就是不松口 我怎么知道什么意思 他会不会是被许世强 换了什么名为药物 许世强许世强 你说这些有什么用 还不赶快想办法 哎 张总 你也醒了吗 许倩倩 啊 张总 我告诉你 你要拍我爸马屁我管不着 但是我警告你 只要有我在 你休想得到张家的一分一毫 我 我又不要你们家财产 这样最好 干妈 我来吧 没事 动动也好 干爹今天出院 干妈心情好 气色都好多了 石兰 你这是去哪儿 我去上海 你去上海干什么呀 看我的亲儿子 张家的亲外孙 那王刚呢 我去上海 你去上海干什么呀 这个家里还有他的位置吗 哎呀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 什么位置不位置的 都是一家人 来来来 你爸爸今天出院 马上就要回来了 我们一家人啊 好不容易吃个团圆饭 回来了 我们回来了 让我 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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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上沙发坐吧 团圆饭 你们团圆吧 我就不扫大家的信了 你这是要去哪里啊 石兰 石兰啊 石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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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张啊 老张啊 你看 你的烟都戒了十几年了 怎么又挂得拿出来了 来 你晚饭都喂就吃 趁热了 就把汤喝了吧 我知道 石兰是生我的气啊 他和王刚一直想接管餐厅 我没有答应他们 你身上的事 我一向不过问 不过 我要提醒你一句 我们就这么一个妹子 磨到老了 又惹出什么事来 她一直怪我 她对世强和倩倩偏心 一直跟他们斗 可是这一次 她把我的心伤透了 我没有想到 她为了得到餐厅 居然可以干出这样的事情来 她做了什么事 我在医院里昏迷不醒的时候 医生给我开了支血敏 可是现在 这个瓶子里装的 却是妇媚A 这 这是怎么回事 老张 你别着急 你慢慢的跟我说清楚 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施兰和王康买叫给换了 这 这怎么可能 怎么不可能啊 这都是事实啊 跟哪个打电话啊 施兰 我必须问她 我要问问她 莫达拉 不 我要她 是不是 她的良心让狗给吃了 你摸打了 摸打了 老张 那天在医院里 她跟我大吵了一架 有好几次 我也想问她 可我还是忍住了 是 四平啊 这件事情不能说破呀 小得施兰那个脾气 她要是说破了 只怕我和她 连妇女都做不成气了 怎么会是这样啊 她可是我们的亲生女儿啊 不 这一定是王刚出的主意 我也怀疑是她 我们要去找她去 不能就这么算了 莫早拉 莫早拉 你怎么算呢 让石兰跟她离婚 还是干脆把王刚告到牢里去 石兰的脾气你是知道的 对于王刚的事情 她就是有再多的苦 她也会打掉牙齿往肚子里吞 那个王刚就是再有错 她也会替她顶着 因为这个王刚 是她不顾我们的反对 自己挑选的 这个妹子呀 处处浩墙 可偏偏在这个事情上 是浩护得强 其实啊 我现在这个身体啊 也管不了好多事了 我也想啊 把餐厅 哪怕是公司 都交给石兰算了 可就是这个王刚 这个王刚让我不放心 打得不选 这根本就送到 我们可以上次帮助 我们这次 去买了 宰 我 看 这实在 这次 就是 你